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小时都很喜欢玩 坐不定了 我想在整个成长里面 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十二岁读小鹿 一次因為踢球去撿球的一個跌倒的意外 因為細菌感染 必須要切除有手 話說說那一刻中離開醫院 都所有東西 醫食住行 做功課拿筆 吃飯拿筷子 所有東西都是從零開始再學 慢慢到中學 一直都因為喜歡運動 更加在畢業前一年 就有機會代表香港出外比賽 是一些田徑項目 也有成績 有獎牌 我看過去我接觸很多Adventure Program 這些大部分都是戶外活動 對於少了一隻手的參加者 對於我來說是很大困難 很大挑戰的 無論水上活動的 洞牧洲 風帆 潛水 蛙艇 爬龍洲 又或者在陸地上面 就算行山 遠足 攀石 乘網 踩單車 累積了這麼多 這麼多經驗之後 在後來我自己的一個培訓工作裏面 我成立了自己的一個訓練學堂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亦都帶領著另外一些藉著他接觸Adventure 而他得到啟發 提升了自信 特別是殘疾人士 在過去很多機會是一同大家一起去共同籌劃 共同面對 原來自己的經驗是分享到給一些新參與的朋友 特別是相殘事 對他們來說那個信心會是紮實些的 而我相信未來的日子我都會繼續 除非去到一個時間我是沒有能力 我體力可能應付不了 我才會停止 所以在過去有不同的獎項 給自己得到之後 其實是一些鼓勵和肯定 所以無論參與任何的選舉都好 我相信目的不是為了贏 而是多了一個機會讓身邊的人知道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工作 或者同樣以一個肢體上資源不足夠 少了一隻手的人 怎樣在資源不足 在面對困難 大家共同面對那個挑戰的情況之下去完成 中文化 小人 小朋友 小朋友 感谢观看